娱乐圈的甜妹不少 前有唐嫣、张以馨 现有赵露丝、李兰迪、田希薇等 因为长相清纯甜美 笑颜如花 让人一见就心情愉悦 所以甜妹有一种天然的优势 就是很有观众缘 田希薇就是因为长得甜 即使在影视方面没有什么代表作 人有很多路人粉 安理她的生意也很多 而IP偷偷藏不住影视花以来 却有很多人推荐田希薇出演女主桑志 觉得她的形象和小说里的女主很贴 都是小脸、大眼睛还有黎窝 性格也乖张 书粉心中的桑志就是她这个样子 之前也有人溜过她 但近日有人爆料 偷偷藏不住的男女主是赵露丝和陈折远 田希薇也被刷到了文娱热搜第一的位置 因为网友都觉得 她比赵露丝更适合演桑志 对于网传的阵容不太满意 但从流量、抗剧、知名度来说 剧组选择赵露丝确实是更好的选择 赵露丝这几年演的作品都很火 田希薇在世还没有比较出圈 广为人知的作品和角色 营销倒是挺多的 还有人觉得赵露丝年龄比较大 偷偷藏不住女主出场的时候还未成年 但可能是大家忘了 赵露丝出道比较早 98年的她比田希薇还小了一岁 女主在原著里也是96年的 偷偷藏不住这个IP在网上特别火 女主桑志13岁就暗恋男主段嘉许 男主是她哥哥的朋友 两人年龄相差7岁 但为了过审 被暗里把剧情改成了 女主是在高中时期认识的男主 上了大学后 她才和段嘉许重逢 谈起了恋爱 剧情很甜 赵露丝的外形演高中生也毫无违和感 而且她还没有演过校园剧 赵露丝和陈哲远的外形也很般配 陈哲远比她大了两岁 长相很有少年感 穿上校服就是妥妥的校园男生 就是兄妹感不是很强 男主段嘉许的人设也很好 哪怕经历了很多事情 被欺压辱骂 遭受诸多不公 但仍然笑着面对生活 性格也很温柔腹黑 和女主相处时又特别会撩 难怪女主会心动 段嘉许也是书粉心中的人间理想 陈哲远也很适合演绎 这样一位带着故事的男同学 而偷偷藏不住备案闲事将于下个月开机 赵露丝和陈哲远的档期也刚好合适 赵露丝主演的电视剧《后浪》前两天刚杀青 而陈哲远主演的《仙剑4》也预计于这两天杀青 如果没有意外的话 偷偷藏不住的男女主就是他俩了 赵露丝和田西薇走的都是甜妹路线 而且都扎队在网剧市场演女主 本来就具有竞争关系 但田西薇的性格可不像外表这么甜 她性格很刚 说话直爽又带刺 拍照喜欢瞪着眼睛 给人的营业感太重 有点甜而太过自知 加上之前因为和李兰迪 争辛洛宁城堂而闹得沸沸扬扬 在李兰迪之前 田西薇就试镜过辛洛宁城堂这部剧 但后来剧组选了李兰迪 进组前又传出田西薇截胡李兰迪的消息 虽然后来田西薇解释是替补 李兰迪也回归剧组 但这件事对她的风品影响还是很大 所以这次偷偷藏不住闹出这事 也有部分观众对她的观感很不好 让赵卢斯也挺尴尬的 而田西薇虽然错过了辛洛宁城堂 后来接了新版上挫花叫嫁对狼 而辛洛宁城堂又有仙侠版上挫花叫嫁对狼之称 这就有点微妙了 作为当下炙手壳的九五后小花之一 田西薇在知名度作品方面 还差了赵卢斯一大截 广有路人员没用 在娱乐圈还是要靠作品和流量说话 比起她还是更期待赵卢斯 演起校园剧会是什么样子 确切的阵容也还需要剧组官宣 对我这样子哦 出门的比诛 你